而在屏東縣的高樹鄉 也有一群小學生 必須要自己籌措課後輔導的學費 他們在民間團體協助之下 學習自己種菜 這幾天正在收成第一批 希望能在市場賣到好價錢 小學生拔起大把大把的青菜 很快就裝滿一樓 這可不是學校的農事體驗課程 所有的菜都是現場20位學生 在去年12月底種的 這幾天他們下課就來採收 準備拿到市場賣 菜如果有用心去種的話 它就會很好吃 這批小朋友是來自於 比較弱勢的家庭 那我們的學校教育呢 老師在下班以後 可能就比較沒有時間 來顧及這些小朋友 所以剛剛好我們跟隔壁鄰居 研氣管是一個策略聯盟 原來他們都是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 平時下課後參加屏東縣政府高速元氣館 和民間團體補助的課後輔導 但一週十個小時的補助經費其實不夠用 為了讓輔導課程能夠繼續 小朋友賣力採收 就是希望第一批青菜就能夠賣得好價錢 拿來當學費 就是團體來私下贊助 我是覺得這也不是長久之計 那剛好我們有幾位農民提供土地來 讓我們孩子來自己種植蔬菜 自己自煮 可以讓就是讓在安氣管的小朋友 有時候可以讓他們繳學費 或者是晚上可以去那裡吃飯 鄉下偏遠地區缺乏教育資源 高速國小這群小朋友學習自己自足 不希望向社會伸手募款 而且他們還說如果賺的錢夠多 要邀請附近村落的弱勢學童 一起來參加課後輔導 記者王建村蔡明校屏東報導 記者王建村